欢迎来到泰语的影音解题 我们这个单元进行的是阅读素养主题一 第二章第二节新移民新文化的部分 请同学看一下这个二字二 有关于神父潘世光的文本 同学先阅读一下 接着我们再来提问跟解说 好同学一定都读完了对不对 而且是很认真读完对不对 有三个文本 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 请问潘世光神父来台一甲子 获得政府颁给身份证 成为驾杠的台湾人 请根据新闻报导说明他对花莲玉礼的贡献 同学这个题目很明确要我们说明 这位潘世光神父对玉礼的贡献 所以我们在文本里面是不是要去截取 有关于他贡献的部分的描述呢 那花莲玉礼非常遥远 同学有去过吗 他在花莲的最南部已经靠近台东了 所以他是真的是一个偏乡非常远 那文本里面有哪些提到他的贡献 同学没有注意到 就是资料一里面 资料二里面 文本一里面 文本二里面 有陆陆续续提到了一些教友的回忆 说到潘世光神父来台超过五十年的时间 为玉礼当地的那些小朋友或需要帮助的人 提供了米面包衣服来救济乡民 那他也为有困难的乡民祷告 常常帮助他们 也帮他们证婚 没东西吃就叫来教堂里面给他们东西吃 所以一方面在物质上 一方面在精神上 他都长期的服务 玉礼的乡亲 那最后他也决定要落叶归根 死在台湾 葬在台湾 所以赢得台湾人的爱戴 那政府就决定以潘世光神父的特殊公鸡 来颁给他身份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文本里面 已经有很多他的事迹的描述 特别是大家看文本二 全家人受住 教友哭成泪人儿这一段 第三行有没有提到他给他们东西吃 对不对 面包 所以大家只要把这个叙述截取出来 就可以回答 那同学们如果有一些课外阅读或生活经验 你也可以做一些延伸 把这个题目答得更好 就是外国的神父传教士 他在台湾有什么贡献 大家也可以再多回答一些 好 那第二题 问请同学上网找找看 那些神父或修女 哪些神父或修女也获颁身份证 那这个可能要一点时间 同学有注意新闻吗 还有哪一些人呢 他有什么事迹 请向大家报告他们感人的事迹 那这个基本上是开放式的 同学上网Google一下 都可以找到很多对台湾很有贡献的 老师做一些例子的举例就好了 除了潘世光神父之外 获得身份证的外国籍的神父修女 还有英国籍的麦雷修女 韩国籍的柳真顺修女 特别是老师比较熟的 早期在台湾教英文 还有录制英文节目的 美国籍的丁松青神父 他们对台湾都是无私的奉献 投入很多的时间 帮忙募款 盖教堂 祭贫 然后做慈善事业 还办英语教育 所以就是把他们的青春都奉献给台湾 所以我们的政府就颁发了身份证 然后来给他们肯定 肯定他们对台湾的付出跟贡献 那这一题是开放式的题目 也鼓励同学要多关注身边的新闻 还有周遭实际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把历史的学习延伸到我们的生活经验 那从这个题目也可以看出说 虽然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但是它不是都没用的 离我们很远 各位同学就是我们希望你们学了过去的事情 经验教训可以用在生活上 可以用在生活上好好地观察 看看过去跟现在有没有什么连结 好 那这一题我们的解说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知道你很把他们В sens了 先帮后来我 Osang 让这个越去融Does 其实你穿越多ane 现在是不再 Ses